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古迹被破坏 他痛心奔走疾呼 著名古城镇规划保护专家阮吉三 为您揭晓历史遗迹背后的故事 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被誉为东方巴黎 就在闹市的喧嚣之中 却隐藏着一处看起来虽然已显沧桑 但不失魅力的近代建筑群落 提兰桥犹太人历史街区 显出一份难得的寂静 如今我们之所以还能够到这里来 享受这份宁静 离不开一位茂蝶老人 几年前不断地奔走与疾呼 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名叫阮仪三 他倾入毕生心血 致力于古城古遗迹的保护规划工作 他曾因抢救山西古城平遥 江南古镇州庄党而声明远波 1934年 在欧洲 希特勒 掘取了德国军政大权 纳粹党发动一次又一次排油浪潮 为了避免被囚禁与被屠杀的厄运 越来越多的犹太人选择逃离故土 寻找一个可以避难的容身之所 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 位于远东中国沿海的上海 便成为拯救了成千上万犹太人生命的诺亚方舟 二战结束之后 躲过犹太大屠杀的犹太难民 纷纷告别上海 再次远渡重洋 回往家乡 许多人再也没有机会回访上海 但十余年的时光让这里成为了犹太人的第二故乡 当时就有个做奥地利的总领事何凤山先生 他签证签了大概一千份的到中国去 履立的履约签证 那么因为有这份一千份的履约签证主义 后面就跟出来了 有很多人就跟到这些人就出来了 这里是位于上海虹口区提兰桥的犹太难民纪念馆 这座始建于1927年的建筑 在今天看起来显得低调而华丽 在这座纪念馆里 至今依然留存着二战时期犹太人的生活痕迹 和许多珍贵的照片 这些资料距今已有70多年历史 而这座纪念馆本身也早已和这些珍贵的照片一样 成为二战时期犹太人在中国生活的历史见证 在阮仪三先生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位于纪念馆不远处的一座建筑附近 虹口区周山路59号 美国前财政部长布鲁门萨故居 13岁逃难到上海的布鲁门萨尔曾经就住在这里 2006年 已经93岁高龄的他故地重游 面对曾经居住的地方 他感慨万先 回来布鲁门萨尔 当他在这里的地方下车以后 人家就扶着他 做轮椅了 93岁了 不要这样 我起来 我看到这里就是我的家 我要摸到我的门 他就来摸这个门 为什么 他就住在这里 后来我们就挂了牌子 就是他的居留地 满脸都是泪水 满脸都是泪水 他就一把照他的女儿来讲 我们那个时候很可恶 但是我们活下来了 所以才有我 才有你 谁救了我们 中国人 我们听了以后 大家都非常激动 那么他就又讲 他说我们在世界上 没有一个地方 肯记得我们犹太人 我们犹太人像温悦一样 走到那里 但是到了中国 我们能够住下来 我们能够活下来 一辈子要记住 什么是好人 什么是坏人 中国是我们永世的恩人 像这样的故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 漫长而又艰难的几年里 比比皆是 在提兰桥历市街区的 每一栋建筑前住宿 我们仿佛都能看见 在无情的炮火中 那一幕幕温馨的画面 如今 我们之所以将这些故事呈现出来 正是因为几年之前 这个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群落 曾一度面临被拆除的危险 我到了现场一看 我就吓了一大跳 很多原来的居住的建筑 都是原来犹太人居住地区 也全部按照什么要求采品了 而且已经做了很多的居民的安置的工作 其实阮仪三心中 也有着他的担心和矛盾 因为他希望城市的发展 和现代化的不断提升 但他比谁都清楚 对于提兰桥街区而言 最重要的是 他提供了一种可贵的城市记忆 即便在这样一个摩天林立的大都市里 还有这样一个曾经支撑了 数万人生存信念的 默默存在的角落 因此在2002年底 阮仪三把一份报告 千方百计地交到了主管的市领导手里 希望能够引起足够的重视 报告写得言简易概 主要指出了 保护提兰桥犹太人居住地的重要意义 建议将其尽快化为上海丰茂区 并立即停止无序的开发 以免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 报告和犹太人聚基地的命运紧紧相连 但最后结果如何 阮仪三的心理也并没有太大的把握 不久之后 好消息传来 在2003年1月1日公布的 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中 又增加了提兰桥保护区 很快市政府和鸿口区政府就正式委托转移三 制定提兰桥历史风貌保护区的保护规划 从而改变了这个地段原先并不合理的规划方案 留下了这块珍贵而有特殊性的城市遗产地 在2003年的1月份 上海市公布上海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名单 和上海市历史保护区 上海历史保护区原来十一个 在这次公布名单上面冒出来第十二个 上海红厚区齐南桥历史风貌保护区 如今的提兰桥历史文化风貌区 仍然较为完好的保存着 当时作为犹太人居住区时的风貌 并将这段珍贵的记忆 永远的屹立在历史长河之中 如今阮仪三对于古建筑群的整体保护规划 以及古建筑单体的修复已经有百余座 几十年来阮仪三和团队还保护和规划了 平遥古城 丽江古城 卓庄古镇等 如今在我国具有重要文化价值的古城古镇 然而阮仪三真正开始走上古建筑保护的道路 却完全因为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异常意外 当时我的书高中我记得很清楚 我们八十个青年学生 全部就成为海军学校的学员 那是中国我们第一批海军 一九五三年的时候 苏州策略器天灾是够 就是天上打轮一下子 把这个电机打回来 我父亲 他是苏州电厂的总工程师 那么就把我父亲 这场突出其来的意外 给年轻的阮仪三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在部队表现优异的阮仪三 居然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原因 就被强制复原 复原后的他对于自己该何去何从 陷入了迷茫 那么我在部队里马上就受到影响 我自己不清楚 到了1955年就要复原 那么我觉得当时我就想不通 我犯什么错误 我一直立功一直设讲 怎么因为犯我什么错误 怎么把我弄回家呢 心里想不通 直到几年之后 走出迷茫的阮仪三 决定报考同济大学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阮仪三正式踏上了古建筑保护的道路 跑出同济大学后 阮仪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保护规划苏州古城的街道 那是他童年时期一直生活过的地方 一直存有感情 在大学的论文里 也提到了如何保护苏州古城 但直到2002年之后 他大学时期的方案 才得以付诸实施 2016年11月 我们随着阮仪三教授来到了他的家乡 苏州平江路历史街区 我选了这个平江历史街区 很多的在全城来讲 它是保存的整个城市各教授完整的 另外一城还有一城 我的家就在这里 所以我从小生活的地方 从古到京能够看到它的历史 同时另一方面 像我这个苏州人 我这个平江区的人 我的纽加乡的人 我能够找得到我的乡筹 这里很重要 我的乡筹乡筹 实际上这个乡要在 你才能有筹 乡不在了 你拿来的乡筹 阮仪三及其团队 从2002年开始 就致力于对苏州平江路历史街区的保护规划工作 作为苏州迄今为止保存最完整 规模最大的历史街区 早在几百年前宋代的平江途中 就可以看到平江路作为主干道 贯穿这座悠久的江南古城 直到今天 平江路还完整地保存了古时的桥梁 河道 墙体 以及世界文化遗产 偶原也坐落于此 在阮仪三心中 保护规划的不仅仅是平江路历史街区 更是自己对家乡的一份思念 如今的平江路在阮仪三团队的努力之下 堪称苏州古城缩影 苏州的栓墙都叫做空头墙 空头墙 这个叫做顺砖 这个叫顶砖 这种做法 明代的做法 那么我说 很好 留下来 不要把它摸光 留的痕迹 历史的遗痕 让它引起是联想 那么这种东西 比如说不好看 我说就很好看 因为历史的东西 最难看也是好看的 这条千年古道的保护规划 对于阮仪三而言 实现的不仅仅是大学时期的梦想 而正是阮仪三 以及生活在苏州的人们 对于自己家乡的一份思念 如果说对于苏州古城的保护规划 是阮仪三对家乡的一份思念 那么在距离苏州 两千多公里以外的昭化古城 也承载着更多人 对自己家乡的一份乡愁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28分 在四川省汶川县发生了第18.0级特大地震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大 救灾难度最高的一次地震灾害 其地震破坏程度已经远超 在1976年7月28日 河北省唐山一带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而就在距离汶川县 仅仅只有三百公里的广源市昭化古城 也处在地震带上 但这次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 并没有对这座已经具有 四千余年历史的古城 造成重大破坏 到了2008年5月21号 河北省发生大地震 领导有点电话告诉我 阮教授啊 我们造化造造地震了 我脑子一下子特别发麻了 然而地震不久人们便发现 同样是古城中的古代建筑 建造年代也都相近 有些建筑就遭到了非常大的损害 但有些建筑所受地震的影响 却微乎其微 直到这个时候 人们才想起来不久之前 转移山对于昭化古城的保护工作 所以它这里这个房子就很清楚的 就是基本上是明代的格局 明代的格局 然后清代基本上清代重修的 而且它就已经一直没动 当时我们来的时候 那房子破败了 完全破败 里面住了很多家人家 而且乱七八糟一塌 那么修的过程当中 就是我们说原样的元秀 基本上莫特就是莫特 所以地震来的以后 像这种莫及格的房子 基本上没损坏 它来的时候 地震来的时候 第一个感觉就是 这种瓦都会响 因为瓦就是货的 这是我们江南地区 包括在四川地区 这瓦你看都是一块块垫瓦垫起来的 因此地震来以后就是瓦会响了 那么有些瓦掉下来了 为了保护研究失修的昭化古城 2006年 四川城广原市政府 决定对一些研究失修的古代建筑 进行保护修复 并专门从上海 请来了业内知名的阮仪三教授 及其团队 进行古代建筑的修复 和古城整体的保护规划 谁也没有料到的 就是2008年 我们07年初步修好一条街 修好一条街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就是有很多的老房子 老房子两种类型 一种是这种城 专门这个的房子 那么我们说 我们按照专门这个原样修复 还有很多老百姓 搭了一点新的楼 就是现所谓的新材料 新机构的钢筋混凝土的楼 实际上这个钢筋很差 那个砖头它都很不规范 那么我说这种楼又难看 又不牢够 包括它都难看它 但是当地老百姓认为很好 我都很漂亮 那个磁砖天平 我这个还是大玻璃窗 那我说这些房子 都应该撤掉 当时呢 就是老百姓认为不愿意撤 尽管阮仪三和团队 以及当地政府 讲了很多办法进行劝说 但一部分生活在古城中的居民 还是不愿意 让阮仪三和团队 修复他们几代人居住的房子 万般无奈之下 阮仪三和团队 只能对古城内的部分建筑 进行修复保护工作 经过了六个月的紧张工作 和三十多次的研究修改 最终 阮仪三教授和团队 经过深思熟虑后 决定用古物法修复方式修复 最终打出了 招化古城修建性 详细规划 这个就全是全是木构架 后来就全部修够了 就看来这个砖都是新的 但是也看得出来 像有些就是 像后面这个 你都过来看 基本上全是木构架的方法 所以512地震一来 也非常清楚 凡是木构构房子 它就纹饰不动 没问题 而那个砖的大部分都摊掉了 砖一地震来以后 它的砖都摊掉 所以这个后来都重新维修了 但是木构构构构就没问题 它木梁木柱 而且我们建筑的特点 在中国的木柱的联系部分 它都是有毛损的 所以地震来的以后 它毛损的关系 都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它就没遭到 这个完全的破坏 在软移三心里 还是或多或少有些遗憾 因为在地震到来之际 仍然有一些房屋 没能逃过地震带来的灾害 看着一动动倒塌的房屋 这令软移三心痛不已 2007年的事情 谁也没有料到2008年 512大地震 这老街上的那些 凡是我们修好的木构构的方式 都是完成的流程 这个也是木构构的城门楼 当时经过地震以后 未来不动 软移三和团队 成功地规划和保护了 昭化古城 这无疑是给中国的 古建筑保护规划事业 又添上了一抹 璀璨的光辉 这位巴旋老人 走在自己曾经规划 保护过的古城街道上 看着来来往往的游客 我们能够感受到 软移三内心的喜悦和欣慰 地震结束以后 软教授到昭化古彩 还专门来过一次 他还讲 这个就是我们的传统的 木结构 产生一种奇特的 抗予地震灾害的一种威力 他的优势 他的优点 也检验了阮教授这个团队 跟我们做的规划 经受出了 特大地震灾害的检验 如今已84岁高龄的他 依然还坚持着 严青石的信念与梦想 正是他的这份执念 让他对古建筑的保护 轻入了毕生心血 使这份事业持续了50年之久 他自己曾经说过 我要继续坚持下去 直到我走不动路的那天为止 很多地方说留住乡村就把老房子设掉 借着新房子古色古香的 我说这就是乡村吗 不对的 你把它人留住 然后我才能留住这个城市的魂 用人是城市的魂 正如软移三所说 人是城市的魂 建筑则是文化的载体 无论是提兰桥 犹太人历史街区 昭化古城 苏州古街 软移三 尽其所能保护的 不仅仅是建筑 还有不同地域里 建筑所承载的人们的乡丑 而这些传统经典的古建筑 同时传承的 还有这个古老古家的人们 几千年来用智慧和汗水 逐渐形成的一种 独特的东方文化